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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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y Easy 今天来到北若克 位置是Don Mills to my Lawrence 以北的地方 今天我们会吃铁板烧 地点就是刚才说了 它的铺名叫Mazuda Tempiyaki Shushi 之前我们去过它另外一间分店 在Shepard 今天就来到这个位置 我觉得它里面的装修很漂亮 所以我想跟大家进去分享 介绍一下 看看今天我们会吃什么 店里的装修我都觉得很漂亮 因为它是石铁板烧的关系 它罩着这个位置 我称之为秋风系统 它也有一些幻彩灯色 我都觉得挺漂亮 而且室内的环境都挺Romantic 黑黑的 所以进来我都觉得 气氛是相当之好 而且是很满意的 而且刚刚进来的时候 因为暂时没有其他人客座 所以我们可以拍多些东西 给大家网友看一下 坐下之后 我看到这个菜单 简直觉得是上心乐事 因为里面有很多食物 而说的是星期一至四 都是44元位 那我想一下 上一次和Amy去另外一间 吃铁板烧的餐厅吃 我觉得就算我还没吃 只看价钱和菜单 我都觉得很多食物都挺值得 那希望那些食物是好吃的 网友们看到我最活动 是因为我已经开始吃了 刚刚喝了面试汤 和叫了第一轮的任食 sashimi和寿司 已经放在桌面 也不敢叫那么多 因为想试试什么好吃 Joy and call 我发觉有几样东西可以说的 第一个tempura 我觉得真的一点都不适合做 虽然说是任食 但也有造型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鱼生拼盘 都是很正美的摆得 还有依然是冰箭底 还有一个是牛肉tata 即是一个生牛肉的刺身 都是不说那么多 要开始吃 越吃越兴奋 虽然说是一个任食 但我觉得它摆盘 一点都不适合做 刚才已经说了 但我现在吃下去 就更加想再重复 因为譬如说它每一样的食物 都不觉得它是一个任食的设置 来摆盘 好像真的去单点的日本餐厅 好了 刚才我说这个牛肉刺身 是叫做tattaki 刚才我说错了一个名字 还有它不是单单吃牛肉 这么简单 还可以放这些洋葱 蒜片 和葱 来这样揉住吃 所以我觉得完全不像是一个任食的地方 揉住了之后 就可以点这些柚子醋 我相信是 很好吃 还有它还有 牛肉刺身下面都沾着冰 相当认真 对食物是很有要求 除了说食物摆盘 觉得它真的非常漂亮之外 我还会见到面前有三个酱汁 相信是要来吃铁板烧 所以我想请我们的视影姐姐Wendy 解释给我们 到底哪个酱汁是适合吃什么肉类 好啊 我们的三色酱是很传统的 好像平时吃阿拉卡的餐的酱 是一样的 好像面前这个 有柠檬加酸汁的 是用来吃海鲜的 这个麻酱 就是用来吃肉的 中间这个是黄芥辣加醬 就是吃每一样的都可以的 如果客人自己喜欢 好 谢谢Wendy 我们就清楚了 将每一个食物 铸养到它发挥得淋漓尽致 OK OK 现在我们就是看师傅 为我们炒这个铁板烧 铁板烧 欣赏一下师傅工价 好 谢谢 好 谢谢 看蝦多大 我想套用Amy上次跟我們去吃東西的時候 她說那些帶子很大隻 不是帶子毛 這個是很大隻的蝦 不是蝦毛 真的很大 剛才師傅跟我們說 這個是桂花魚 中間有十字骨 魚肉是很滑的 而且也是用他們的蔥田公司特別製造 或者叫做調配的醬汁來做 所以我很期待 夾下去都是軟面面 還有師傅做得很漂亮 顏色水很香 剛才我吃了那個蝦 我剛剛吃了師傅告訴我那個鬼花魚 咬下去是脆薄薄 裡面真的很滑 我感覺到油脂很充足 非常好吃 茶碗蒸 看完外形很滑 剛才師傅告訴我 她這裡的蔥田 都是其中一個標誌 我想是其中一個 因為我看到她的餐牌有很多很多食物 而且剛才我們試了 也有不少的前菜和魚生都很好吃 所以很忙 很滑 好,就算是否會幫我買了 我給我買了 我買了 然後把魚生都很好吃 然後我買了 我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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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多次 我買了 好多次 我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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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買了 我買了 鸭胸肉麻煩你們吃的時候 麻煩攤冷一點才吃 第二步 吃的時候麻煩你們一口 一口慢慢開始咬 好嗎?謝謝 好啊 這個是鴨胸肉 師傅 因為剛才我慢了 把麥克風對給師傅 因為師傅很忙 但我又怕一會兒 師傅說那些 我又不用轉述 所以我還是給師傅說好一點 師傅很細心 一會兒我們要慢慢吃 這樣就可以慢慢搭震一點的味道 謝謝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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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我們炮製完一輪肉類之後 就是碳水組合了 讓師傅介紹一下 什麼碳水組合 這些都是我們剛才出品的 鰻魚燒餅 這些都是我們的炒飯 我們炒飯裡面 用了那些 溫散特選的bacon出來的 鰻魚都是油的 待會大家可以試一下 好 謝謝師傅 通常鐵板燒炒飯 就見得多了 但想不到還有鰻魚燒餅 我很期待 看看師傅怎樣做出來 先 先吃鰻魚燒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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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會兒 先吃鰻魚燒餅 炒飯 然後處理生薄餅 我先吃鰻魚燒餅 我們剛剛錯過了 師傅把鰻魚燒餅 很多燒餅 因為它煎香了一邊之外 之後就煎另一邊 我最喜歡看這個畫面 通常我大阪燒 將木魚花灑上去 令它動一下動一下 很活躍 很生動 完成了 師傅又將這個鰻魚燒 簡化了 多漂亮 木魚花很香 熱辣辣 師傅煮好了之後 親手交給我們 還是熱辣辣 好吃 吃到現在我真的覺得 是相當之滿意 好恨自己沒有兩個肚 因為實在是太好吃了 剛才Wendy 即是士英姐姐 她的服務是相當之恩勤 也跟我們說 除了吃這個 All you can eat 之外 還有第二個選擇 因為我真的擔心 我自己不記得和大家講法 所以我把時間交給Wendy 還有什麼suggestion 給我們網友 如果來到不吃 All you can eat的話 如果不吃 All you can eat的話 我們還可以有Alaka menu 我們還有一些suggestion 比如牛的suggestion 或者是雞扒 還有我們很傳統的銀柱與西經銷 還有鴨胸 或者是帶子 或者是和牛 這些可以另外加上的 但是價錢真的很超值 你看和牛 都是8五元 就是8盎司 對了 還有很多其他選擇 多謝Wendy向我們介紹 沒錯 如果真的不需要All you can eat的話 都有另外一個選擇 我相信品質都相當正好 謝謝Wendy 今晚我們吃的是鐵板任食晚餐 包括了日式前菜 天婦羅 刺身 壽司 卷物 手卷 當然是不少得鐵板燒 我們看著菜單 也揭一揭一揭 發現他們裏面 所打出來的菜單 都是適合我們吃的 可能大家會發現 如果去一般的日式任食那裏 可能還會多些的種類都未定 可能有些拉麵 或者烏冬 吃小碗 但是我又會覺得在這裏吃 反正就是這個菜單 打出來的 我都會覺得滿足得到我 還有就是鐵板燒 也都是相當吸引 所以我都會覺得是 比分的評價是很高的 加上剛才我們已經吃完第一回合 無論是日式的食物也好 又或者是鐵板燒也好 都是吃完第一回合 都是相當之滿意 吃到這裏都覺得有點飽 但是都要繼續下去 因為實在是太多東西可以叫了 如果是整本菜單裏裏面的東西 每樣東西都能夠試到 都有些困難 沒甚麼可能 因為它捲物或者是有些手捲 都很多不同的款式 大家都知道捲物和手捲 又包含飯的 吃飯也未必吃到這麼多 所以現在就再看看有些甚麼叫 加上剛才的鐵板燒那裏 或者跟大家略略講解一下 鐵板燒通常師傅會出來兩輪 第一輪 基本上在菜單上的食物 都會有給我們 或者在這裏講一講 鐵板燒裏面包含甚麼呢 就是有厚燒西拉牛扒 執燒雞扒 芝麻執雞扒 執燒牛仔骨 秋燒鴨 煙肉鮮 甘菇卷 老虎蝦 新鮮 三文魚扒 桂花魚扒 鰻魚燒餅 菜類方面 就是有 甘露鹽蘑菇 煙肉炒飯 這個不是菜 不過有 鐵板豆腐 和日式炒野菜 剛才我們已經每一樣都試了些 稱之為好像一個tasting menu 給我們的客人試吃 如果喜歡吃某一款的食物的話 那就不要錯過 等師傅第二輪出來的時候 就和師傅說你想加些甚麼 剛才我吃完第一輪之後 我會覺得 對於剛才鐵板燒的食物 最深刻印象就是 桂花魚扒 因為我覺得師傅做到 它外邊就脆脆脆 裏邊就是滑滑滑 還有油脂很豐富 正如師傅所說 就是一個十字骨 基本上就是一個十字骨的主骨 但是旁邊都有一些幼骨的 但也不是太細條 都是ok 不會那麼容易噎 當然小朋友和老人家 長者方面就要小心一點 吃魚都是要看著 除此之外 炒飯很香 還有鴨胸 我略嫌它好像比較實了些 因為始終鴨肉是這樣 牛仔骨都很軟 但是反正來講 每樣都很滿意 一會兒會再結尾 擺盤方面 也是很細心的 因為為什麼呢 我覺得它的taco 芥末 就是那個八爪魚 它是用一個小盤 裝著八爪魚 另外一些醬汁 至於它幾塊紫菜 就放在一個小盤外 目的是不想令到 未吃之前 將那個紫菜整濕了 我真的覺得它想得很周到 餐館方面 除此之外 就是那個茶碗蒸 哇 大家真的小心吃 小心吃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它太滑了 如果不是的話 一不留神 可能直接就已經滑到喉嚨 真的很好吃 加上我猜不到 那個茶碗蒸裡面 竟然是有帶子的 除了帶子之外 還有一些雞肉 有蟹柳 但是我猜不到 會有帶子 這個比較貴價的食材 吃下去 覺得味道是很鮮 真的會味無窮 剛才吃鐵板燒 令我回味的 除了說了幾樣東西之外 就是那個老虎蝦很大隻 又爽又彈 現在等著師傅煮第二輪 好了 跟大家先聊聊天 因為上一次 我們在一個地方 在一間花店拍攝東西的時候 拍攝Youtube 當時就碰到我們一位網友 Karen就從美國上來 當時跟她聊天 她告訴我 那一晚 就會打算去其中一間餐廳 吃日本和牛 我在這裡跟大家說說 如果Karen是看到我這條片的話 如果你也是想上來多倫多的話 就來從田吃東西 因為我都覺得很推薦 除了說是有All You Can Eat之外 Wendy剛才也提及了 還可以散叫 這裡也是有和牛的 所以如果你上來吃東西的話 來從田吧 應該不會令你失望的 剛才我們吃完第一輪鐵板燒 回味無窮的 所以現在就可以加碼了 師傅為我們煮第二輪 剛才師傅出來的時候 就幫我們下單 有些甚麼你想再吃的 我們就告訴他 現在師傅就在這裡密密煮 剛才也忘記了和大家分享 那個豆腐雖然不是說 甚麼特別的肉類或者海鮮 但是師傅煮得相當之好 因為看見它煎的時候 好像是一個硬豆腐 但是原來我剛才放一口的時候 是軟滑無鼻 師傅真的可以的 它的功架很厲害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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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是剛才我吃的鴨胸 我都跟攝影師老公說 覺得它比較實一點 因為它剛才是切得比較大塊 所以我就沒有再結尾鴨 想不到師傅剛才問我們 不如一會兒我把它片薄給你們試 你介不介意 由於他這樣說 我就不妨跟師傅分享我的經驗 我就覺得剛才吃第一輪的鴨胸 我覺得比較實一點 師傅很好啊 他說是這樣 因為它那個粗纖維 就是鴨胸方面 所以如果切薄一點的話 可能你會吃到有第二種的感覺 師傅很窩心 所以我就希望 不是希望 就請師傅幫我片薄了 試一試會不會有不同的感覺 桂花魚扒 這個牛柳粒 它很香的牛脂味道 但是軟滑程度 就不及便利麵翁 但是我都挺欣賞這個 甜品時間 種類都有很多選擇 那我們就叫了一點點 分別是有些雪糕和奶落 還有我這個很喜歡吃的 都不是很喜歡吃的 只不過未必到地方都可以叫的 炸香蕉 這個造型都挺漂亮的 哇 好熱啊 脆不薄 香蕉軟軟軟 好吃 今晚這一餐由前菜天婦羅刺身壽司卷物 手卷無叫道 以至剛才的鐵板燒 吃了甜品 任食 價錢都是相當之抵 星期一至星期四 成人每位44元 小童9歲以下是16元 長者65歲或以上是42元 星期五至星期日公眾假期 或者特別日子的話 成人48元 小童9歲以下是16元 長者65歲或以上是46元 我覺得性價比是相當之高 今晚的用餐經驗 相信不須多說了 因為都不斷和大家說 食物的質素是相當之良好 除此之外就是坐得很舒服 還有服務方面 侍應姐姐Wendy 真是很欣勤很細心很周到 經常都會問我們 要不要加食物 至於為我們烹調鐵板燒的師傅 Mike 都很好 和我們講解 食材應該怎樣食為之好 和亦都告訴我們 鴨胸的纖維比較粗 所以如果溫馨提示 如果網友們你下次來吃的話 可以嘗試叫師傅去把鴨胸片成片狀 就會比較軟滑一些 軟軟軟軟一些 比較起來 另外提到Wendy 她也跟我們說 除了是鐵板燒飲食之外 另外一邊箱都有和式飲食 那裏就是用iPad點餐的 如果大家網友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去他們重填的網址 可以參考一下 現在多倫多的天氣就開始變暖了 相信在美國或者周邊的朋友都會上來玩 如果你們上來玩 是考慮到來重填任食的話 記住記住溫馨提示 要打電話來訂位 因為剛才Wendy跟我們說 他們放假週末 又或者是過去了march break 又或者是未來的summer 都會是很忙很多人會出來吃東西的 所以訂定位就包武藏版了 喜歡吃鐵板燒加日式料理的朋友 最重要就是all you can eat 請你給我們一個like 又或者來重填Don Muse這個鐵板燒店 來嘗試一下他們的出品 喜歡我們這條短片的請你subscribe 還有最重要是share給你的朋友知道 讓他們知道這間這麼高質素的飲食 可以來幫忙一下 我們下午再見 拜拜 今晚收穫很豐富 抱著桌子才走 吃了很多東西 很好吃 好消息 經理就送了一些九折卡 給我們意思意思的網友 你們下次來重填鐵板消息飯的時候 只要告訴他 你是意思意思的網友就可以得到 現金結帳就可以得到九折 因為這張卡是沒有 expiry day的 另外就有個溫馨提示 我們今晚吃飯的張單上高 也有一個service charge是15% 你們留意一下 多謝你們 如果你們來到重填鐵板燒吃飯的時候 就記住啦